主持人 副司長 主持人 副司長 副司長 教育部 是 洪偉好 副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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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首先 我先來問到大學的 一個兼任助理的問題 副司長 問一下我們勞工的定義是什麼 就是 提供勞務獲取報酬 只要是受雇主 雇用同事工作而獲得工資的人 這在我們勞基法第二條裡面 有定義 去年勞動部發佈這個專科以上 學校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 指導原則 去發佈這樣的一個指導原則 基本上勞動部應該是認同說 大專院校這些兼任助理 應該是有提供勞務 那他算是一個勞動者 所以你們去頒布了這樣一個指導原則 所以他們 應該要納入勞基法的保障 我這樣的一個理解應該是沒有錯誤 你們應該認同他們是 應該是說學校裡面應該有兩種人 我們是認為 有一部分是一定是提供勞務的 有對價關係的 有這個 指揮監督的這樣的勞工 我們認為有這一部分的人 但是應該也有一部分的人 不管都是少 就是純粹是學習的 純粹是學習 對 那我們就是負責 就是要訂一個規範 為這些提供勞務的人 好 那同一天 教育部也頒訂了另外一個 處理原則嗎 就把它分流了 做了一個叫做學習型 然後一分還有一個叫做勞動型 那其實最近的一個爭議 是來自於學習型嗎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大學 不乏一些頂尖的大學 然後他都把這個 就是這個助理引導 到這個學習型 那這個問題 我相信教育部這邊也都清楚 有很多的一個方式 比如跟你簽契約 或是有一些假的課程 那或者是用薪資差的方式 讓這個學生呢 他被迫 或者是說要 去選擇這樣的一個學習型的一個 兼任的一個助理的一個職務 那我就要問到說 這樣經過一年 教育部跟勞動部 你們現在對於這樣的一個 就是這樣的一個問題 你們覺得有沒有 這個要修正的一個必要 以你們現在的一個想法 我覺得有檢討的空間 但是在勞動部這個部分 我覺得我們認定的指標 比較具體明確啦 因為從這個勞固型的方面 我們這些指標 其實比較容易去判斷 至於是純粹學習型的部分 可能教育部會比較清楚 好 那教育部說一下 是 跟委員報告 經過一年的一個運作之後 我們未來會針對 學習的範圍 會再做更明確的界定 也會提供比較具體的方案 那個方式讓學校來參考 所以我們會 而且有關勞固型的部分 基本上我們會尊重 勞政單位的一個判斷 好 其實你們這樣說 其實我會覺得有一點困擾 因為學習跟勞務之間 其實有時候是很難去區分的 好 接下來我就要問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的實習生 全台灣有大概450個系所以上 現在都有實習的一個課程 那這個經調查有75%以上 他是都沒有付給薪資的 好 那我要問到 在記職院像他開立這樣的課程 他把學生送出去外面實習 不管是餐飲業 或是一般的一些公司行號好了 他們去實習的時候 到底要不要付給薪資 然後要不要投保勞健保 請 跟委員報告 目前學校實習的部分 是由學校跟他所實習的場所 來做一個契約的一個訂定 是屬於雙方的一個契約的一個關係 那目前的話就是說 因為如果是實習的部分 他其實還是在課程裡面 他希望說到契約裡面 會有獲得相關的實習的一個課程 但是如果說他有一些 一些實際上有一些 微量的一些工作的部分 在他們契約裡面 是會有一些薪資的一個給付 那至於說他工作的性質的部分 是如果說有實際工作的部分 是應該要保那個保險的 勞健保的 所以薪資是看說有沒有實質的貢獻 然後固執自己去判就是去判斷 那勞健保的部分基本上是要的 是這樣子 好我現在遇到的問題是 實務上 其實我有一些業界的朋友 他們有收實習生 但是收了這實習生之後 他非常的守法 但是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用什麼樣的規則 去判定說他收了這實習生之後 到底要不要付給薪資 那到底要不要給他勞健保 那他就來問我 那到底我們要遵守什麼樣的法規 現在的問題就是在於說 這個學校也很奇怪 他就跟雇主講說 我麻煩你不要給他薪資 那也不要給他勞健保 因為這樣會造成我的困擾 因為我可能其他的學生沒有 那這樣子會造成他們的一個比較 那我想要請問喔 如果這樣的事情發生之後 我們應該要怎麼處理 跟委員報告 其實他實習 校外實習 其實校外實習 是屬於課程的一環 那如果說 他是屬於課程的一環 其實有些學校 他不是去領薪資 是學校還要付他實習的那個費用 給那個實習的那個場所 那學生在那邊實習 他其實他重要的 可能不是那個津貼 他其實是能獲得這個企業 裡面很多的know how 他實習的一個部分 來 這個我當然知道 但是我們 我們也是鼓勵說企業 如果更好的條件 是會能夠給這些 算是我們的學生 有更好的一個實習的一個津貼 這樣子 我現在要講的就是 學習跟勞務之間 是很難去區分的 尤其是現在的實習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去參加一些學校的 一個實習課程 就可以知道 他到底是勞務還是學習 這個部分我覺得你們 實際到現場去看一看 你們就知道了 那我要提這件事情的原因 是因為 其實這種勞動的一個 勞動權益的概念 我們是從小養成的 我們現在一直在說 我們的這個勞動權益 比不上先進國家 也說跟我們現在很多勞工說 我們不要去比先進國家 但是如果我們這種觀念 如果不從小養成 那我們永遠就是一個 奴工的一個國家 所以這是我要說的 不要跟這些學生說 因為你這個在學習 跟這個不是單純的 一個勞務的一個關係 然後去說服他們說 他們沒有這個基礎的一個保障 這是我今天要點出來的一個問題 那接下來 教育部可以先休息喔 接下來是一例一休的問題喔 其實這個部分 其實上週的這個 市政總諮詢的時候 我已經有跟部長 跟院長做過這個討論啦 那其實時代力量的立場 我們也講得非常的清楚喔 我們希望 是以兩例為這個目標 來前進 好 那今天我要講的是 其實今天一早 我們的招惟有講到 我們全台灣現在享有權利的這些人 我們這些權益 都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都是爭取來的 那上禮拜我也給部長看過這一張 就是我們灌老闆的天堂 這一些 就是金魚路 然後等一下這張我再給你 因為其實我覺得看的是 非常的有意思 那一天我也念了幾則 對 九個案例 我們把它記起來當教材 對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希望就是部長 把它放在心上 因為我們一直期待新政府 是真的是進步的力量 當時候 蔡英文總統他一直在講說 進步的力量 那我們怎麼樣才是真正進步 這部分我希望 這個 我等一下留給部長 你好好的去做一個參考 然後所以 我想給勞工好一點的一個 勞動條件避免他過勞 是我們這是修法的最主要的一個目標 不要忘了這個目標 那另外我還是要重申了 我們反對這個制度過於複雜 上禮拜我也說過了 我們現在制度太於複雜 現在勞工跟 資方的一個實力 太過於懸殊 好那 很多的一個企業 其實都有 氣管公司在叫他們 怎麼規避勞基法 這件事情我相信 部長也知道 了解 對那所以 不是說我們的制度去強調說 勞資合一 他們兩個雙方去講好就好了 這個是我覺得是非常不對的 因為我們現在的勞資 是非常不對等的 好那這個其實我們昨天 有講過這件事情 是 我們現在還沒有一例一休 就有僱主 他去 要員工簽這樣的同意書 他說 他願意 禮拜六來配合出勤加班 那盼能增加收入 實感得便 還要謝謝公司 希望他禮拜六可以來加班 要他填寫這樣的同意書 那當然也有 就是夜間的一個 出勤的一個工作的一個 同意書 這種東西其實 實務上面很多 所以我今天還是要特別的提醒勞動部 這些東西 其實是在勞資不對等的狀況下所產生的 那為什麼歐洲他的一個勞動權益會這麼進步 那是因為他們法令規定非常的嚴格 他們很多的一個商家 不是24小時營業的 他們有規定說他們五六點可能一定要關門 那如果沒有關門的話他就要罰錢 因為政府很清楚的知道說如果他不管 這個勞工他沒有什麼權力去跟這些大資方來討論這些事情 所以他用強制力去介入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覺得不要忽略 就是資方的一個強大以及勞方的一個弱勢 以上再次再次的提醒 謝謝委員提醒 謝謝